你们保养的这么好 让我们来给你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杨蜜 我今天来是因为我爸 人称小林哥 也是一名老警察 跟李战他爸一样 但我觉得他爸打他 跟他爸是不是警察无关 我不是警察 也不是他爸 我都想打他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人人都可以打五分钟李战 我爸呢 是一个审讯警察 审讯警察的工作 就是在一个 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拿出一个台灯 啪 照在犯人的脸上 一阵强光的晕眩下 我爸拿出一个保温杯 吹了吹 上面的茶叶末 点起一根烟 跟犯人说 想想你的家人 犯人立马留下一滴 悔恨的眼泪说 我招 以上这些都是 我在电视剧里看来的 我爸还说 这样的剧本 不要接 审讯 是需要演技的 我说爸你不早说 下一集我就出现了 好吗 我小时候呢 去拍杂志 别的模特 都是经纪人陪着去的 我 警察陪着去的 可威风了 只是后来有传言说 杨幂今天工作结束 就被警察带走了 其他杂志模特问我说 你这么配合拍杂志 能剪几年啊 我 时尚圈 再逃模特 当你爸爸 是一名审讯警察 你真的很难撒谎 有一次呢 我考试成绩不好 很想蒙混过关 我就拿了一堆的诗卷 放在他面前 让他签字 我爸呢 一下就识破了 跟我说 我能接受你成绩差 但不能接受你撒谎 我就老老实实 把那张不及格的诗卷 抽出来 放在他面前 他看了一眼 上面的成绩说 我能接受你撒谎 但不能接受你成绩这么差 我说 爸 那你也不要撒谎嘛 我小时候呢 很淘气 有一次在家里 拿道具 手铐玩 一不小心 就把自己铐住了 我爸就叹了一口气 说 要是所有犯罪分子 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别的小朋友 在家调皮 家长会说 再这样 让警察叔叔 把你带走 只有我 直接在家里自首 审讯警察 真的很厉害 看人真的很准 很多新闻 他看一眼 就知道怎么回事 CP 一眼变真假 有一次呢 他看完脱口秀大会 跟我说 你别不信 迪丽热巴和徐志胜 假的 假的吗 我说 那可不一定 徐志胜 没那么简单 任何女人 只要看他一眼 都很难忘记 迪丽热巴 上次录完节目 回来做了好久的噩梦 每次都会被笑醒 我爸呢 因为是警察 反诈意识特别强 他从来不借钱给别人 你跟他借三万 他就给你五千 不用还了 也不伤感情 后来有些人知道了 明明只想借五千 会假装要借三万 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了 都说北京有个大善人 小林哥 为人特别热心 上次就想跟他 借二十块钱打车 上来给我五千 我呢 就受我爸的影响 我的反诈意识 也特别强 两年前 我收到一条短信 说杨幂 涉嫌金融贷款诈骗 让我去法院出庭审理 否则将在机场 高铁站对我实施 管制拘捕 这一看就是骗子呀 我还能被你们骗了吗 所以呀 我一边赶飞机 一边就心想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来抓我呀 我宁可被拘捕 也不能被诈骗 结果后来这件事 是真的 是我的网银被盗了 有人办了两千块钱的 小额贷款 你说给我冤的 两千 我 我至于吗 我至于诈骗吗 我跟我爸借就行了 我跟我爸爸呢 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虽然有的时候 我并不想谈 但他实在太专业了 真的特别感谢我的爸爸 这么多年 在辛苦审讯犯罪分子的同时 也没有放过我 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作为一个警察的家属呢 我也终心希望 所有的警察都能家庭幸福 平平安安 谢谢大家 我是杨幂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朋友们 我们今天又见证 中国脱口秀的历史了 往前走了一小步啊 成龙大哥 所有人的大哥 不光我管他叫大哥 我爸也叫他大哥 掌声我言成龙大哥 哇 这么多人 大家好 哇 你们说得太好 我太紧张了 因为 这本来我就问 我说为什么要叫我来说 脱口秀 这也不是我的专长 我只是会打人啊 他说因为今天是 给公安 警察 消防 表演的 所以一听见是他们 我就义不容辞地来了 因为为你们表演 是我的骄傲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还记得刚刚一开场 有没有看见陈佳班 他们在二楼跳下来 打摔啊 很帅吧 嗯 都是我们的陈佳班 大哥 他说你的开场 要不要特别一点 跟我们一起跳下来 我说兄弟们 现在啊 跳楼对我这个年纪来很容易 我上楼比较难 我从小就喜欢做警察 因为警察可以 除恶扬善 但警校偏偏不要我 说我成绩不好 我就没当上 没当上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只能在电影里面 演个 警察玩玩过过瘾 哈 一不小心 我成了大明星了 过瘾 做大明星的过瘾 就是你什么都可以演 你可以演警察CID啊 喜剧啊 什么都可以 今天呢 我知道是 喜剧的专场 我搞了一辈子 功夫喜剧 要我搞笑 我是一定会打人的 所以呢 等一下 多来几个脱口秀的演员 趁我现在还能打得动 我教教你们是什么叫喜剧 来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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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哥我们来了 来 大哥 潮着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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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警察这么多 改天打 改天打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很快 距离我拍 第一部警察故事 已经快四十年了 哦 不敢想象 那个时候 你们看见我是 跳楼啊 跳飞机啊 跳灯啊 跳车啊 尤其是很多人都喜欢我 警察故事那么跳灯那一幕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怕很怕 那个时候是有史以来记录的十六台机器 我要往下跳 那个时候真的是跟上死刑台一样 下面豆腐干那么大 我的那个副指导说 几十跳 我说 我送一下脖子的时候就跳吧 我等了很久 一个人在下面就跟自己到祷告 我可以的 我应该可以的 忽然间 大哥 快点啦 剧组都在等你 我们都在等你跳呢 我说啊 我一伸头 他说开机 十六部机器一起开 你知道有二十四个 四十八个 七十六个 一百二个 我说 跳啊 啪 吐啊 我就下去 一下去 哇 整个人发麻的 一看两个手心啊 那个皮都翻开 翻开来了 所有人走过来 大哥你真棒 我说啊 好棒 太后我们再保一条 啊 我说再保一条 你骗子保得住 我的命保不住啊 我就这么过了 过了 就这么过了 真的是 但是现在讲起来津津有味道 真的很开心自己那个时候能做到 因为我们常常要拍戏 做警察 常常去警察局做调研 我听了很多很多真实的警察故事 跟我很像 会受伤 拼命的时候也没有提升 但有一点不一样的 他们是没有NG 也不能是保一条 遇到危险 我会怕 警察也会怕 我觉得 真正英勇的 是不怕 而是责任当前 必须克服恐惧 迎难而上 这才是真正的警察精神 警察故事第一部上演之后 非常非常成功 真的 我还帮他们拍海报 香港 报考警察的人 是翻倍翻倍地上 很多年轻人 都想当成家居 我特别开心 我一直说 拍电影 我们一定要拍 有意义的电影 因为我们的电影 会影响很多年轻人 所以警察故事 我一直共拍了六部 其实要不是 别人拍那么多黑帮片 我可以少拍几部 我相信 这么多年 你们多多少少 听见香港的一些 不是谣言 是真实的 香港很多 演艺圈很乱 经常有不法分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嚣张 拿着枪 指着演员去拍戏 我们的演员很生气 演完之后跟自己说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 让人家拿枪 顶着我头拍戏了 那个坏人听见 这句好 来 再说一遍 摆在戏里面 真的就那么夸张啊 那个时候 所以我看不下去 我说这样下去 不行 于是我就成立了 香港演艺人协会 再有演员 受到不公平的时候 我就会帮他们出头 我说 有什么事 冲我来 有事找成龙 我找警察 今年的明年 这段时间 我是入行六十年了 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多年的陪伴 有很多人 其实比我还怕成龙变老 看见成龙老了 就代表你们也老了 其实老是不肯逆的 只能保持心体 心态年轻 现在我的心态 还是很年轻 还想实时去了解 很多新的新鲜事物 前一段阵子 很多人打电话给我 说说 哇 现在有一个 很火的一种叫做 特别火的叫 元宇宙 我说元宇宙我熟啊 元龙元华 元彪元秋 以前我们叫元家班 现在叫元宇宙 这都是我们剩下来的 现在知道元家班的人 越来越少 年轻人知道成龙的 也越来越少 以前的年轻人 看见我都说 哇 成龙那个 跳灯跳楼 哇 那个警察故事那个 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我 哎 那个不是洗头 嘟那个吗 嘟就嘟吧 我听见也蛮开心的 因为自己是一个喜剧演员 让大家能开心 是我最大的开心 嗯 今天我来到这里 我知道很多 反诈的民警也很辛苦 我也想帮你们 做一点事情 今天我为你们做些宣传 国家反驾中心APP 其实一开始 让我下载的时候 我是拒绝的 因为不能让我下载 我就下载 首先我得试一下 后来我发现 真的可以难救骗子的电话 现在我天天在用 不是我天天在用 我还叫我陈家伴在用 来来来来 大家快快下载 现在5G网络很快 嘟一下就可以下载了 感谢大家 听我说这么多 其实很多影迷都会问我 《警察故事》这个系列 会不会重启 我也不知道 毕竟我现在也到了 下楼要走楼梯的年纪了 但警察故事 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为我们身边 永远有真正警察 在守护着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 献给这些真心英雄 谢谢你们 我是陈龙 盯美 好美 美 挺美 大高 好 потреб 大高 谢谢陈龙大门 好 谢谢 好 谢谢Cap救 太棒 mais 但我必须要说一句大哥 就是现在知道洗发水 当这个广告的人 也不是年轻人了 真的 大哥很感动 一边很开心 一边很感动 第一期既然请您来了 我们请大哥留步好不好 然后也请今天的 所有的嘉宾们一起上台 好不好 好 请各位一起上台 长得很好 好厉害 好厉害 我第一次给你了 我爸这回应该不会打我了吧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们为什么要 请大哥留步呢 因为今天虽然大家在全场的脱口秀表演过程中都笑得很开心 但我们确实是用这样欢乐的方式 想一直默默守护我们的真心英雄们致敬 感谢 成龙大哥已经在这里了 我们最后要不要听一声 我们下期望 不行 太厉害了 我和她们都在对着 我怎么可能会怎么办 货带 我们就想不动 我怎么会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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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能打我 这个人的脱口秀 我怎么打我 你怎么打我 你怎么打我 我怎么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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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